櫃台人員忙到停不下來 仔細幫房客安排入住 迎來旅宿業好久不見的景象 疫情趨緩旅遊業開始復甦 現在正式飯店check in的時間 可以看到櫃台前人潮是不斷的在增加 所以飯店業者為了要紓解櫃台的人力 也引進了新的方式 就是利用這種自動化的check in機 除了緩解人力之外 也可以讓房客更快速的入住 旅客自己用證件報道節省時間 這是疫情後 很多飯店業者開始興起的新模式 我們有想要就是借助科技這一塊 來輔助降低人力 那目前我們是有引進了 三台的自助check in機 三台機器可以減少 就是兩位的check in的服務人員 其實你看就是像三點鐘的時候 他其實是很需要就是有check in的服務人員 一間一間幫大家做房間 不僅如此就連迎賓大廳也有新的人手加入 可以帶我去餐廳嗎 我可以帶你去這些地方 好的 馬上出發帶您去百驗餐廳 迎賓機器人幫忙帶位 解決顧客詢問 不過缺人還有這裡 門把角落消毒一點都不馬虎 接著在鋪床和西地 房務人員一間一間掃 得趕在下午三點讓房客入住 在新冠疫情席捲下 飯店業者淪為海嘯衝擊第一排 外國遊客少很多part time員工 減職人員漸漸轉往其他行業 而且疫情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蠻溫暖的 都沒有裁員 然後還有還有賬薪水 鼓勵員工留下了 而且我們工作範圍也是比較溫馨的那種 不是說很緊張 所以雖然說是累 但是我覺得我們累也是值得 因為你付出跟收穫都很正比 其實我覺得針對人才的部分 對大家來說未來性也很重要 就是大家會希望有升遷的制度 然後還有調性的制度 讓他們感受到 然後他們也會比較願意留下 那其實等待就是年終獎金恢復之後 我們預計在今年六月左右 人才的部分就會相對的更穩定一些 要留財 業者不只要祭出優渥的薪資 更重要的在疫情後 很多職員更看重的其實是 工作環境和深潛管道 整理桌面忙著佈置婚禮賓客千道區 還要細心與新人溝通細節 不過他還在就學中 就提早進到職場卡位學習 而婚宴會館與學校做產學合作 由將近百分之十都是實習生 但對這些學生來說 確實能比其他大學畢業新簽人 有更快的升遷機會 之前在高中讀建教合作的時候 來這裡做實習的動作 然後就是體驗了蠻多 之前沒有做過的餐飲服務業 其實我三千的話只花了短短的三個月 我們有跟一些學校單位合作 請學校的老師們幫我們招募一些學生來這邊工作 所以如果以能力在我們這邊來看的話 缺口大概是10% 大概20%之間 大家一定是互相會搶人 所以第一個看薪資待遇如何去調整 再來就是工作環境 現在學生們年輕人他們也會想要找一個比較適合自己 然後工作環境是比較比較優質的地方去工作 景氣復蘇 內需消費市場 舉凡旅遊 餐廳 婚宴都在大爆發 但如今最大難題恐怕是有錢也難賺 因為各行業都出現缺工潮 根據調查在大缺工的環境之下 餐飲服務業最缺的原因 主要是來自於公司擴增營運的缺口 有高達50% 另外是原本離職員工的缺口 也有將近25% 這些都是各家業者現在面臨的困境之一 人力銀行調查分析 人才缺口最大的為 資訊科技業 建築營造業 餐飲住宿服務業 以及產產製造業 產業最缺乏的人才類型 又分別為機械類38.9% 電機類32.8% 商業與管理類31.5% 以及動力機械類25.6% 根據SEMI分析 臺灣半導體針對高中職技術人才釋出的職缺數 年增133% 甚至連護國神山都向技職人員招手 可見搶人戰況有多兇 在半導體裡面我想缺人這個部分 我想這可能需要一定的一段時間以後 才有辦法來補足 臺灣過去長年的少子化 再加上我們這個理工科系 不管是在人數或是比例上面的減少 那產業又不斷地在政府創造很好的投資環境 所以我們的產業其實持續在臺灣投資 你可以看到公跟虛之間 事實上在走不同的方向 我們也更鼓勵就是說 是不是除了擴大 除了照顧這個 讓我們臺灣的學子們能夠 縮短進入產業的這個 這個學習曲線之外 我們更希望能夠擴大 人才的人才庫的這個base 是不是可以考慮讓國際學生進到臺灣來 目前國內勞動人口 已經無法滿足產業人力需求 國法會推估到二零三零年 臺灣至少有四十萬的人才缺口 為了防堵產業陷入危機 政府推出外國人才專法 臺灣現在有七十萬名外籍人力 除了要想辦法留才更要開源 尤其要吸納更多國際專才 缺工潮其實從我們的數據來看 從去年十一月到今年的一月 其實都一直穩定的 在九十萬到一百萬的中間 就是工作數 但是產業上面有一些變化 目前看起來他們會認為說 原則上會在 大概有四十三左右的企業 會認為是在下半年才會 觸底反彈 那也就是說有五十七的 根本搞不好一直看壞到明年 他才可能去複輸 所以如果以外銷產業來看的話 我認為他的缺工的狀況 有可能會因為 他的需求已經沒有那麼多了 那逐步的進行所謂的緩解的動作 對內需消費產業來說 搶人才是當務之急 而科技業者著重在人才培育 才能走得長遠 畢竟缺工浪潮不僅是未來事 更已是現在進行事 TVBS新聞與新漢劉軍台北採訪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在網站上